他半路明星却出导几天峰 被华沈宇之一作曲实力不过观 萧愁的播放量却在24小时内破千万 瞬间刷爆网络和朋友圈 1994年10月1日 毛不易出生于黑龙江省齐加尔 毛不易本名王伟佳 初中时他给自己改名毛不易 象征平凡不易被改变 2017年之前 他还是一名默默无闻的男护士 当初高考志愿单上填的是英语 没想到被调剂到护理专业 曾想换专业的他 因为成绩平平只能断了念头 2014年 他坐在我爱记歌词的观众席上 想象自己是个歌手 实习期间 毛不易在医院做实习医生 白天见多了无能为力的事情 下班后会到楼下小摊 买一碗炒饭放工自己 后来他写了《深夜一角》 只为今年这座城市的记条 2017年是毛不易的人生转折点 他在朋友推荐的明日之子中 一炮而红 娱乐兄有句话这么说 小红靠捧大红靠命 毛不易的成名 可以用刚好两个字形容 那年毛不易实习期刚好结束 朋友介绍他去比赛 他也刚好没去上班 前一年刚好学会了吉他 歌曲库里刚好有写好的歌 评委席中刚好有喜欢自己的薛之谦 比赛过程中又刚好写下了消筹 可以说2017年成就了毛不易 首灯舞台 他为了壮胆特意喝了几口白酒 薛之谦问到原因时 毛不易承认自己过于紧张 真实不做作的态度让薛之谦牢牢记住 天不遂人愿 表演途中 毛不易以麦克风出现故障点录三遍 吉他意外断条让无数观众跟着紧张 一首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情 再次让薛之谦感到意外 颜值和人气让毛不易排名莫非 在薛之谦的一次又一次力挺下 毛不易的巨星之路开始了 一首消筹成为毛不易的高光 说的夸张点 可以不知道毛不易是谁 但不能不知道萧丑 而原唱本人也被划上萧丑的标签 这首歌到底有多火 打开朋友圈顺着念一遍 就是完整歌词 2017年的夏天 毛不易霸占了多个榜单 连薛之谦听凡也不禁放出好言 说自己研究了12年词 却第一次想给一个人跪下 我是一个专门研究词 我研究了12年词 你写到我想给你跪 在薛之谦的推波助栏下 毛不易发布了14首原创作品 以及一首天词的作品 最后以1400多万的人气 获得全国冠军 并得到了白金唱片 及最强厂牌称号 才华终将得以施展 而毛不易也将薛之谦 视为恩师 千里马遇到了伯乐 两人算是互相成就 一直想变成巨星的他 终于实现了梦想 随后开启商业化模式 先后为王者荣耀 毕胜刻等的IP唱广告曲 出道四年间 毛不易拿出两张原创专辑 一专平凡的一天 制作人是礼剑 不仅销量破千反 更是成为网易员 2018年销量最高的传辑 二专小王 是做宣传的复刻传辑 实体传辑 一小时内就突破两万 去年那首 入海音源播放量 也在轻刻间破译 时间会回答成长 尝尝会回答梦想 这次我今天花时间 自我们的 什么啊 不喝啦 太阳会回答江湖 江湖会回答河流 河流会回答浪漫 比起各路偶像的他房 毛不易可以说是一股清流 出道后不炒作没绯闻 每次参加节目也会圈粉一众粉丝 歌手李健就曾写下同篇文字夸奖他 更比提张韶刚及众多朋友 面对突如袭来的爆红 毛不易并未浮躁 反而对现状更加通透 记者问他会不会担心 出道几巅峰时 他这么回答 毛不易十分清楚自己身上的不足 他长相普通性格内敛 扔人堆地也不会有人对他多看一眼 他曾想整容迎合市场 最后只修整牙齿改善歌迷审美 他的歌声在无数人眼中 就是祖师爷赏饭吃 但却没得到更多偏害 十七岁时 毛不易的母亲患上了肺癌 癌细胞扩散到食管 连饭都没办法咽下去 他最大的愿望 就是看儿子结婚成家 可最后却留下了遗憾 树欲静而风不止 子一氧而亲不带 对于毛不易来说 这或许是人生最大的遗憾 在节目上 他弹奏了那首 曾演唱给母亲的《一婚一素》 日出又日落 深处再深处 一张小房桌 又一婚一素 一颗身影 从容得茫茫的舞 一双手 让这时光 又有了温度 如今毛不易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看见 他的努力也并不是一蹴而就 而是用脚踏实地去证明自己 用作品支撑实地 借听众去寻找方向 毛不易被称作巨星是值得的 你最喜欢毛不易的哪首歌呢 欢迎留言讨论 我们评论区见